宴口除了失识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为王者说法 在一般大型法会的最后 通常会释放宴口来圆满法会 主要的失识超度对象是轨道众生 也是为王者超见的佛师之一 失识法源于佛陀时代 有一天阿南在林间树下休息禅定时 有一个名叫宴口的恶鬼告诉阿南 三天后阿南受命终了 也会堕入恶鬼道 阿南于是请示佛陀 佛陀便开示失识经咒与救度方法 要让王者得到利益 也是透过佛法的力量 透过这个失识 失识一般是晚上在做 比较盛大的就是水路大法会 再来就是宴口 再来就是佛寺道场 每天在做的蒙山失识 那这个蒙山失识啊 蒙山就是在四川有一个地名 那有一个法师 他就截取宴口里头的一部分 用在道场 每天晚上都做这个功课 那透过这个透过佛力 透过观想力 透过奏力的加持 三个力量的贯穿 众生就能够得到利益 这个是长久以来 佛寺道场都在进行的一个功课 凡是依法送持这些真言神咒 被造请前来的恶鬼 就可以仰仗佛陀的神通愿力 饱餐一顿 饱餐之后 再为他们宣扬佛法 劝他们归依佛法僧三宝 为他们传授三昧严密戒 涌脱轨道的苦恼 这就是放咽口的作用和目的 因此 咽口除了失识 解图恶鬼的饥饿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为王者说法 使他们不再造罪受苦 早日脱离口去 成就泼皮 十方新闻记者 奈玉荣桃园采访报道